是因为现在英国脱离了欧盟 经济低迷 需要有一帮人去振兴英国的经济 所以给五年时间 振兴了英国经济之后 我就考虑一下收不收留理 如果有这样的看法 会不会卑鄙了一点呢 更加是有点找香港人笨的 当律师,我服上你的说话 他说你身为大律师 但是已经脱离了捍卫法治的队伍 那你又怎么看这些批评呢 我觉得这些是完全没有根据 也是没有事实支撑的一些说法 当然我尊重他的说法 因为香港是有言论自由的 当有人去要求外国法官 不要处理国家安全法 是什么人走出来 维护我们的司法制度呢 是我 任何有批评我们的制度的时候 什么人走出来 去跟公众解释 我们制度的特色是怎么样 是什么 因此你不应该错怪我们的法官呢 是我 什么人去坚持我们的司法制度 不应该受到政治影响呢 是我 所以我不是说要邀功 我亦都不是说去标榜自己 但是我苦心自问 我从我成为律师的第一天开始 我一直都是对我们的司法系统存在极度的信心 我也是尽我所能去维护我们的司法制度 我们的普通法制度 我在这方面所说的东西 所写的文章 我可以说是比任何人是多 比任何人多 包括任何一位大律师公会主席 所以事实是摆在眼前 公众自有定论 那人家说香港法治已死 你必定不会同意这个论 我怎么会法治已死 如果法治已死 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国安法的写法 我们也都不会有我们在国际间 这么负盛名的一个声援 我们不会有不同的普通法国家的最显黑的大法官 同意坐在我们的终审庭 你想想如果是没有法治的 这些法官在全世界这么富有盛名的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名声 压在香港的声誉之下 走来在香港坐在我们的终审庭里呢 他们难道不关注香港的法治吗 当然不是啦 所以当然批评的话是容易说出来的 但是如何证实你的批评 是事实的一部分只是困难的一点 的而且确是的 尤其是现在社会怒气这么重 有人说政治其实就是妥协的艺术 那你觉得民主派 怎样才可以妥协到 跟中央有商有良呢 从我的角度呢 政治是在不放弃你基本原则之下 的妥协的艺术 很简单 五年前我们是有机会一人一票选特首的 为什么不去妥协呢 你不去妥协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不接受基本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唯一的障碍 就是因为当时的民主派坚持是要公民提名 就是不接受基本法所规定的提名委员会的存在 这个是不接受基本法的原则 你不肯放弃这个原则 你就不可能妥协 也都没有妥协到 但是你都要 不是你对不起 全香港人都要承受这个不妥协的好果 就是我们今天不能一人一票选特首 对不对 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不希望见到这种矛盾的产生 汤律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什么建议 希望可以化解这种矛盾 我希望香港人多点理解什么为主民主 多点理解什么为主人权 什么为主自由 多点理解一国两制的本质是什么 一国两制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妥协 在回归的时候 可以奉行一国一制 为什么不奉行一国一制 要奉行一国两制呢 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多困难 这么多矛盾 这么多争论 都要行一国两制呢 这个就是妥协的表现 你生活在一个妥协的环境之下 而不去尝试思考怎么去妥协 其实是和自己作对的 所以你说香港怎么向前走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几点 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要为斗争而斗争 还是为香港发展民主 生活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而去争取这件事呢 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怎样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从政底日 一直问到现在 问了十几年 没有人懂得回答我 或者没有人能够回答我 但是希望透过我们今天聊天 你将这个意见送到每一个香港人的心里面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努力 多谢 多谢汤律师 在这个时间我们有少少的我们节目有少少的纪念品 都送给你 是一个天秤来的 这个天秤就是希望你永远都持平 永远将一些中肯的意见给我们香港政府和民主牌 多谢你 香港师傅 多谢你 多谢你 请不吝点赞 多谢你